波及长不大的原因,看了原漫画解说才知道,波及身为巨人族的后裔为什么体型那么小? 国王为了获得力量,和魔神签订协议,他需要找一个强大的女人,生下强大的后代,从这个后代身上汲取能量,国王确实变得强大无比,还建立了国家,波及却一出生就只有一个拇指大小,还又聋又哑,难怪国王一定要把位子传给波及,还有一些老部下也始终认定波及为下一任国王,波及如果正常出生,他也会很强吧。